这是上个礼拜的例子 上个礼拜我们学到这十个 那个社会常见理论 那所以 对你的重点不应该只是 就是读完而已 理解而已 甚至背诵 那这样子的对你来讲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很多人都是书读了 过了就忘了就算了 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在 他要能够对你的人生产生化学效应 要能够有 你必须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羊群效应的点上 我怎么去应用它 我有什么策略 我可以用在我的生活哪里 或是教学哪里 或是行政的哪里 让他 让这个东西对我是有用的 然后我有些什么具体的策略 在日常生活中怎么用 那所以真正你要想要再进阶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你了解基础理论之后 我应该想一下我的策略跟行动 策略跟行动 那我们通常会分啦 你是用在教学上的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 测教学上的 或是用在行政上的 或是用在生活上的 你除了了解理解这个内容之外 它的原理 可能原理 你把它重新再稍微归类一下 这是它的原理嘛 然后可是我们现在因为要进阶 所以我要想我的策略跟行动 这个才是让你跟别人 有不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神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是一般人 其实差别就在这边 那么所以你就要去想 这羊群效应就是 领头羊往哪走 大家就往哪里走 对不对 那所以我如果在教学上 怎么样 可以去应用这个东西 是不是比如说类似像模范学习 谁的做法好 然后就让他发表 让大家了解 然后大家学 对不对 这是模范学习 当然可以可能不止一点 你可以写的更清楚一点 如果同学有很好的做法 如果我在寻堂的时候发现有同学有很好的做法 那我就特别大力的鼓励他 然后让全班的同学知道说这个方法是好的 那自然他就会 他就会被其他的人学习 对不对 好所以同样的你要去想 好那那我在生活上面 我在行政上面有哪些可以用这样的东西 或者不要被这样的东西骗 比如说你今天路过凯达格兰大道 看到有一堆人在游行 那然后就会有的人开始喊 什么下台啊 什么怎么样啊 那你就能够分辨说 这个就是社会运动 你就知道很明确的知道说 有人在搞社会运动 他的动机 不一定不一定是正确的 也不一定是好的 也不一定是坏的 但是你能够分辨说 这个人正在做社会运动 所以我不要盲目跟从 这个也是可以 好我要有自己的理解判断 这样子你就不会被媒体蒙骗 不会被这些社会运动的人蒙骗 不会因为激情而失去理智 那比如说行政上面 如果我是校长或主任 我可能我要推动某一些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 大家都没有概念对不对 大家都没概念 我就会事先安排 可能安排老师 让他去了解这样的东西的好处 然后 然后在大家如果都没概念 没有想法的时候 我们就会请这些老师 比较懂的老师 让他来发言 他们就会提出自己的 可能是知道的想法 好的做法 或是不管 假设现在没有很好的做法 那至少有人提出他的做法 那我们可以先照着做 那万一以后有更好的做法 我们再修改 所以你会去安排这些 讲难听一点 就是调啊咖 然后让这些人 大家都没有想法的时候 至少有人站起来说 这样是可以的 这样是好的 然后至少大家跟着做 会有一个 有人带着方向 这也是 这也算暗黑心理学 这是经营管理的其中一些方法 好 那所以你应该会有 至少要找一两个以上 这样的一个内容 OK 好 那所以各位 你刚刚的 你有这些策略 有这些策略 然后你才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 去做一些改变 改变 好 所以那个陈老师说实践 然后那个孟军老师说应用 反思 就是这些东西 那那个孟军老师说简化 就是可能理论太复杂 你把他简化归纳 然后只抓出他的核心出来 然后去做应用 去做变化 好 所以重要的是这些东西 好 就是你知道了 你是学到一个新的东西 但那个东西 跟你生活上的连结是什么 然后你可以做出 你可以找出怎样的策略去改变 你现在不太顺的生活之类的 好 所以这个东西才重要 好 这个东西 那所以我们会习惯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 我们以后在阅读 阅读的时候 就会加这样的东西 好 我就会把这个东西 我觉得强迫自己要去想 强迫自己要去想 每一个 每一个原理我就要去想这几件事 每一个原理我就把它贴这个贴上去 然后去想说 那我这个现象 我在教学上 我怎么应用 我在行政上怎么应用 我在生活上怎么应用 有用才是真的有用 对 陈老师说的对 好 那所以呢 请你就刚刚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产生的 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当老师 这些都是我要用的东西 所以我的学习都会拿来这里用 所以这个东西是自己产生的 没有一定是从我这边来的